结果 又是这条狗狗叫做Dom Mo Won 他说为什么没有人去悼念巴勒斯坦人 是不是没有水脚费 我想问你为什么你不去悼念 是不是没有钱收你就不悼念 还是你打这些说话 你五毛他有钱收 你怎么会打这些说话呢 很狗狗 六四那天又这样问 我都说是涟漪 什么叫涟漪效应 就是你家里死了父亲会伤心 旁边的家里死了父亲会伤心 旁边的家里死了父亲已经不关你的事 旁边的城市死了父亲 你完全不会理 旁边的国家死了父亲 你完全不会有他的感受 但是比如你在自己的地方死了人 你就会悼念 在别人的地方 可能你有时心里觉得很可憐 有些你不知道什么地方 就完全不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不是这样也听不明白 上次解释过一次 不过你这么笨 你听不明白 不出奇 好 我们继续讲 花瓶 最终谁会赢 就是哈梅内衣 说你投谁 谁就会赢 双船就起火 英国的报告就说 是的 有没有武装将将就真的事故襲击他相船 不过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 好 另外 伊朗要选新总统 最终有六个人 经过他的委员会 入选 入面只想提到最大热门 副总统哈希米 还有一些强烂派 比如前议会的议长卡里面 就是核武器谈判的代表 杰尼尼 前内政部长 普尔 莫康默迪 特克林市长 薩卡亚尼等等 当中找了个花瓶 多谢 铃铃铃 花瓶就成为议员了 这个叫做 说你未必拿回那些钱 因为你就吵架人 吵你老母 还有别人怎么买回来 有什么证据